在遇到賈斯汀之前 他生命裡面沒有愛情這件事情 就是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會喜歡上那個男生 那可能是因為賈斯汀他很神秘 他總是靜靜的不講話 那你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你 可是你又覺得他在幫你 所以這種感覺就是會讓這個女孩子覺得很特別 他從小被保護得好好的 他對於他自己內心真的想要做的事情 以及夢想 其實他並沒有完全的發覺出來 在跟阿丹的相處過程當中 發現了自己所缺少的 一開始決定就是要為自己的夢想去搭配 可是賈斯汀的情感不是這樣 他的那個心意是好的 是很喜歡這女生想要看到他幸福的笑容 可是他表達方式會錯誤 所以阿丹才會這麼生氣這麼難言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這樣子的初戀才會更深刻 因為他並不是那麼裸露的一個愛情 他是很比較內斂一點 我會為了你 努力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那你喜歡我嗎 可是因為我覺得這種戲對我而言真的有點困難 因為我沒辦法就是很順利的這樣說哭就哭 我可能要醞釀一些情緒 就很難 就真的很難 所以我剛剛就是一度哭不出來 就拍在旁邊一直在想說 家裡人誰又出事了 然後誰又出事了誰又出事了 然後我就覺得自己這樣很不孝 因為一直在詞咒他們 不過我有一場哭戲 就是抱著爸爸抱著媽媽他們大哭那個 那個就比較easy一點 爸爸有一句話就是講到我心裡面 他就說人生 人生裡面有很多的過客 如果不是過客的話他就會再回來 然後我就想到我一眼 他雖然在我生命裡面 這段時間然後他已經走了 然後可是他說如果不是過客的話他就會再回來 可是對我而言他不是我的過客 可是他不會再回來 然後我就很難過 所以我就大哭 所以那個演起來就比較簡單一點 就沒有那麼 要醞釀那麼久 你幹嘛 這一切的努力 都是為了想把我的心意 傳遞給你